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仅八岁 难以处理政务 曹瑞安排了两员顾命大臣 俯理朝纲 其中一人是司马懿 另一人则是个叫曹爽的后生 两人地位平起平坐 共掌国内外军政大事 司马懿是曹委元老 这有资格与他分享至高权力的曹爽又是什么来头 曹爽比司马懿小25岁左右 父亲是已故宗室重臣曹真 从小就谨慎稳重 长期担任曹瑞的亲信 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曹瑞之所以在脱股时把曹爽排在司马懿前面 就是看中了曹爽的忠诚 帝王之处 臣子的忠诚永远排在首位 司马懿历经曹魏三代出将入相 能力没问题 但只有与宗室曹爽的忠诚相辅相成 才能帮助年幼的曹芳稳定天下去志 曹爽并非靠着阿谀奉承上位的弄臣 实际上他的政治能力很强 在曹家第三代中算得上顶尖水平 手下的环范丁密等人也都颇有谋略 不过作为宗室弟子曹爽并无大功于曹魏 一朝成为首府大臣 执政根基较为薄弱 反观司马懿 无论资历还是能力都胜他一筹 司马懿已经不是第一次担任顾命大臣的角色了 上一任皇帝曹丕临终时也曾托估将曹瑞托付给包括司马懿在内的四名众臣辅索 那时候司马懿的地位和现在不能相提并论 曹丕逝世后 司马懿凭借秦斩梦达 抵御蜀汉 平定辽东等功绩 扶摇直上 逐步成为了曹魏最顶级的重臣 曹爽对司马懿深深忌惮 新皇帝刚即位时 他先低调了一段时间 觉得司马懿比自己年长许多 威望又高 所以主动拿低作小 对待司马懿像父亲一般恭敬 观察了一段时间 等位子慢慢坐稳了 便开始着手架空司马懿 意欲独揽大权 曹爽之所以要架空司马懿 意说听了亲信何燕的建议 认为中央权力 不该让司马懿等外人染指 意说他想要进行政治改革 所以必须要越过 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门法 还有一说 他贪心不足蛇吞象 看到曹方年纪小 想要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 无论出于哪种动机 亦或者是三种动机并存 司马懿都不可避免 成为了曹爽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 最大的绊脚石 曹爽的心次 司马懿起初并未觉察 此时的他兢兢业业 一心为曹魏鞠躬尽瘁 并没有想到 这个表面攻欠的后辈曹爽 有朝一日 竟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对手 经过前期缜密的谋划 做好万全准备的曹爽 先下手为枪 打算从架空政治权力 与剥夺中央军权两个方面 对司马懿进行打击 第一回合 曹爽对司马懿先打出一气左勾拳 目的在于架空司马懿的政治权力 政治斗争与军事战争一样 讲究师出有名 笑灭虎曹爽秉承着他一贯尊老爱幼的风格 紧奏小皇帝曹芳将司马懿升为大司马 一来让司马懿在官位上高估自己 显示尊崇与豁达 同时也可以麻痹司马懿 这件事还没有落实 就已经在曹爽的暗中授意下 传得人尽皆知 等到朝廷官方承认了消息 准备封司马懿为大司马的档口 他随即又派人散播舆论 表示之前几人大司马都死在了任上 这个岗位不太吉利 司马懿是社稷之臣 国家栋梁可不能被克死了 怎么办 天子一言九鼎 话都放出去了 总不能临时反悔吧 大司马这个岗位不合适 只能换个岗位 但怎么换呢 要是换了岗位比不上大司马 岂不就显得皇帝与朝廷小家子气了 恐怕司马懿心里也不会好受 正当朝义纷纷的时候 曹爽事实发生 先把七嘴八舌的官员们批评了一遍 接着正义凛然地表示 司马懿老前辈年高德少 是国家的社稷重臣 怎能被如此怠慢 老师说 大司马还配不上司马懿 要封还是太父最合适 曹爽援引东汉初年 汉明帝封上开国老臣邓宇为太父的例子 认为司马懿立下的封公伟绩 足以媲美邓宇 要封就封太父 太父位列三公是皇帝名义上的老师 由于级别太高 再去掺和具体工作就有失国家体面了 所以一直被当作荣誉虚职 邓宇虽然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功臣之首 汉明帝基本是把他当作一个吉祥物来对待了 地位尊崇却没有什么权利 两年后邓宇并逝 也难保不是郁郁而终 曹爽笑里藏刀 借小皇帝之首把司马懿变成又一个邓宇 名为升迁意在夺权 司马懿因此失去了掌管具体事务的实权 名声暗将被高规格的挤出了权力中心 司马懿正有些莫名其妙 曹爽则再接再厉 他或许觉得拿邓宇的待遇对待司马懿 规格还是低了 随后又打出了三连机养老政策 入殿不屈 暂败不明 见旅上殿 干脆把司马懿的待遇规格提升到 和西汉初年的重臣萧和一个档次 司马懿的家属也享受到了诸多利好 嫁娶丧葬费用都可向朝廷保销 封其长子司马师为散旗常侍 其与子弟三人为猎侯 私人为其都位等等 表面上看 司马懿作为一个臣子 已经得到了最高级别的礼遇 恩宠无以复加 但是司马懿却恍然大悟 好你个曹爽 看着整日笑嘻嘻的一个憨包 原来是想把老夫架在火上烤啊 他心里很清楚 曹爽这一顿胡萝卜加大棒的操作 其实在变相告诉自己 你老都这么大把岁数了 朝廷的事就别掺和了 安安心心回家颐养天年 朝廷自然会善待你和你的家人 司马懿虽然猛然醒悟 怎奈曹爽的攻势来得太快 自己落了后手只能被动防御 真主之下恳切表示 赏给自己的自己拿着 但赏给家中子弟的推辞不接受 算是亡羊补牢打了一手太极 曹爽认为不能把司马懿逼得太紧了 因此也退让一步 第一回合初次交锋结果 司马懿荣升太父 失去了政治实权 有苦说不出 只是如此 还不足以让曹爽满意 因为司马懿这个太父 仍然持节统兵 多度诸军事如故 换句话说 司马懿还掌握着中央禁军的部分兵权 曹爽紧锣密鼓 接着打出一记诱呼拳 着手波多司马懿在中央的兵权 曹魏京师洛阳的中央禁军 主要分为三支 首先是五位将军 起源于曹操的保安团 第一任的五位将军 便是大名鼎鼎的徐楚 五位将军的军队 属于禁军中最重要的一支 一般来说 非绝对信任之人 是不会得到这个职位的 曹爽之前就担任过曹锐的五位将军 现在的五位将军 由他的三弟曹逊担任 其次是中领军 资历威望高者 晋升为领军将军 职责相同 这个职位是禁军中的最高统帅 名义上总统所有城内军队 当前的领军将军是蒋济 最后是中护军 与中领军类似 资历威望高者 晋为将军 职责相同 这个职位既掌握着 护卫洛阳城的兵权 又有选拔控制中下级五官的权利 不仅容易受贿 还能动用人士特权 培养自己的力量 中护军本来是中间派避鬼 后来则被换成了曹爽的表弟 夏侯玄 五位将军曹逊 与中护军夏侯玄 都是曹爽的人 只有蒋济不是 蒋济是曹魏元老 不满曹爽专权 所以更加偏向司马懿 所谓司马懿掌握的部分禁军 即是领军将军蒋济的这一支 蒋济站队司马懿 很大程度上是为曹魏江山着想 不愿意做事曹爽独断朝纲 乃至窃夺皇权 在他看来 为曹魏任劳任院数十年的司马懿 才是真正的忠臣 才是小皇帝曹芳需要的辅政大臣 曹爽看老帮菜蒋济不顺眼 正是三年七月顾济重施 把蒋济也遵了起来 让他补了司马懿升任太父后 太尉岗位的空缺 并让二弟曹熙取而代之 从而把中领军这一支禁军 也攥到了自己手中 至于司马懿 干脆继续打发他去前线带兵 离中央越远越好 而且司马懿毕竟年纪很大 万一要是风餐露宿死在征途上的话 就更加完美了 至此 曹爽不仅挤走司马懿 独占中央政务的决策权 还把至关重要的中央进军军权 牢牢控制住了 政权军权急于一身 曹爽在曹魏的势力如日中天 如果说当初两人处在权力争夺的同一起跑线 那么开头这几步 曹爽已经远远将司马懿甩在了身后 由此可见 曹爽及其党羽的手段颇强 司马懿的这个对手并不简单 然而痛定思痛 在逐渐平稳了心去之后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开始思考破局之道 这一回合 他已经连挨两记门拳 血条见底 面对来势汹汹的曹爽 是硬拼到底 还是另谋出路 司马懿一声不吭 甚至没有一句怨言 离开中央 继续承担起曹魏军事方面的重任 仿佛这位年过而顺的老翁 已经彻底心灰意冷 奔着为国家献身沙场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大忠臣道路 当他的大魏诸葛亮去了 曹爽也是这么想的 可司马懿自己不这么想 复仇的火星 已经在他的心中深深埋下 只等着有朝一日迸发 燃起熊熊烈火 曹爽小子 你要玩 老夫陪你慢慢玩 幻海浮沉这么多年 司马懿深知 一步满步步满的道理 他明白 第一回合的交锋 曹爽占了先机 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难挽退市 与其做困兽之斗 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此其为司马懿苦心孤意的 以退为进的谋略 善战者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 战场如此 政坛亦如此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司马懿也不愿在败局中突然挣扎 他的打算是重开一局 做好万全准备 卷土重来 你曹爽不是想让老夫领兵打仗 远离朝堂吗 老夫就打给你看 朝堂上失去的 我在战场上 照样能补回来 热心的敌国小伙伴们似乎看到了司马懿的需求 前赴后继给司马懿送人头 送温暖 正是二年 司马懿大破东吴 于三州口之战 击败了武将全从 朱然等 斩获万语 正是四年 再次难争 东吴威北将军诸葛克 面对打野数十年 发育完全的司马懿 直接闪现 逃回老家 而后 司马懿又在邓爱的建议下 大兴屯田 广开水渠 开垦良田万语情 怀北一带曹魏势力 得以大大增强 司马懿的威望 不减反增 离开朝堂之后的司马懿 并没有完全脱离政局 实际上 这一次态势逆转 他顿入暗处 韬光养晦 身处明处的曹爽 反而陷入了困境 司马懿利用自己 在世家大族中的影响力 暗中煽动舆论 将自己塑造成 收到曹爽政治迫害的可怜老人 而曹爽自然而然 成了众人眼中 利欲熏心 想要只手遮天的 跋扈全臣 遭到了多方议论 曹爽毕竟年轻 三言两语 可能当耳边风过去了 但长期听到旁人认为 自己只会玩弄全数 而不务实的指责 心态开始慢慢失衡 他见司马懿 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 着实有些眼热 也想立一些军功 巩固自己的统治 把反对派的声音压下去 看来看去 选择了蜀汉下手 作为对抗蜀汉的前沿阵地 雍良一带非常重要 司马懿就曾经担任雍良都督 当下雍良都督照眼年老 屡次要求告老还乡 曹爽抓住机会 无非吹灰之力 就拿下了雍良都督这个职位 并安排给了自己的表弟 夏侯玄 夏侯玄此前一直担任着 中央三大禁军中的中护军 曹爽为了军功 将他从禁军调往前线 本意是让这个表弟 替自己争些脸面回来 却没有料到 这一调动在日后 竟然成为了与司马懿相争的 关键因素 政治讲究平衡 曹爽赢得了一系列 政治斗争的胜利 但朝中已经开始产生 不愉快的声音 许多世家大族都显露出 对曹爽独断专横的担忧 曹爽安排夏侯玄出去 就是为了立下威望 镇压这些声音 雍良一带许多将领 都曾跟随司马懿征战 算是司马懿的势力范围 曹爽将雍良拿下 必须得做一点表示 否则吃相太难看 对舆论不利 毕竟曹爽和司马懿 还维持着基本的平衡 没有公然撕破脸 于是作为权力置换 曹爽让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 接任中护军 曹爽年轻气盛 想搏一把 司马懿不声不响 抓住他的软肋 反隔一击 本来完全退出 中央进军系统的司马家 得以卷土重来 再次占有的三分之一的席位 曹爽手下确实有些人才 但这些人搞阴谋全数 是一把好手 打起仗来就不行了 再加上蜀国坐拥山川之力 又有王平江维等名将领兵 曹爽自然讨不到便宜 司马懿展现出了他老辣的一面 他军事经验丰富 知道此次攻打蜀汉 必然落不着好处 所以明知道曹爽肯定不听 依然劝说曹爽不要出兵 其实暗中拿捏住了曹爽的心态 让曹爽没有台阶下 目的就是激将 越不让他去 他偏要去 结果不会改变 同时还能落个未卜先知的好名声 何乐而不为呢 果不其然 正15年 曹爽一派征伐蜀汉的军事行动 已失败告终 曹爽偷鸡不成18米 名声是唠叨了 却是一片骂名 曹爽心虚 对司马懿更加畏惧 变本加厉 不断挤兑司马懿 两人就朝内外的正式军事 爆发过多次争辩 司马懿虽然每次主动示弱退让 但事实证明 司马懿的才能和战略眼光 实在曹爽之上 每次的判断都准确无误 如此一来 更坐实了曹爽飞扬跋扈的行径 欲要使其灭亡 必已先使其疯狂 曹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落入司马懿的构中 司马懿与曹爽第二回合的交锋 其实已经不声不响的开始了 正是八年四月 司马懿的老伴张春华病死 司马懿一致守孝去了 曹爽看到机会到来 趁机剥夺了司马懿中护军的职位 并对司马懿展开总攻 其中一个重要举措 便是把郭太后迁到永宁宫 断绝了和小皇帝曹芳见面的机会 将郭太后这最后一根 司马懿掀进权力中枢的钉子拔走了 郭太后是曹瑞正妻 与司马家关系莫逆 他对曹芳有监护权 对曹爽的最终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今被赶出了权力中枢 标志着司马懿对于权力内部的所有消息与影响力完全失去了 第二回合的高潮来临 面对曹爽的猛攻 司马懿似乎再一次落了下风 而且这一次 曹爽明摆了下决心 要将司马懿在朝中谨慎的势力也彻底铲除 难道这一次司马懿依然只能任人宰割吗 身为一代枭雄 他如何力挽狂澜 扭转危局 司马懿与曹爽第二回合的交锋 始于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的谢直丁忧 此前曹爽安排表弟夏侯玄带兵征伐蜀汉 却以失败告终 朝野上下一时舆论纷纷 敢受到压力的曹爽并没有好好总结自己用人不当的错误 反而迁怒国内 他的思路与司马懿正相反 战场上失去的权威就要在朝堂上找补回来 只要将朝中政敌铲除干净 还有谁敢对他曹爽说半个不字 铲除政敌 首当其冲自然是老对手司马懿 司马懿虽然在之前的政治斗争中 被迫离开中央前往地方领兵 却立下了赫赫战功威望大增 敏感的曹爽生怕司马懿死灰复燃 于是下定决心将这个司马老儿彻底扳倒 永绝后患 本来身为中护军的司马师控制了部分禁军 让一心独揽中央兵权的曹爽如梗在喉 如今司马师谢直 正是大好机会 他便顺理成章将京师三大禁军再次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掌握了三大禁军也就控制了曹魏帝国的中枢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曹爽组合拳还没打完 两人第二回合的交手以曹爽的疯狂进攻拉开了序幕 曹爽的拳法照立是双冠齐下 一记左勾拳把中央军权夺走后 紧接着打出一记右直拳直扑司马懿的门面 他将郭太后迁到永宁宫 从而断绝了郭太后和小皇帝曹芳见面的机会 郭太后不是曹芳的生母 但一向陪伴在曹芳身边 不利于曹爽控制曹芳 是曹爽的眼中钉肉中刺 而且郭家有多人在进军任职 却都不同程度遭到了曹爽的刁难 所以郭太后及其家族与司马懿利益相关 可以看作司马懿在宫中的耳目 曹爽将他与曹芳的关系切断 等于将司马懿先进权力中枢的钉子拔走了 年近七十的司马懿至此失去了所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连战连胜的曹爽志得一满 已经不再掩饰自己压制司马懿的嫉妒心 不少与司马懿交好的官员都先后遭到了曹爽的打击 从前曹爽和司马懿还能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但现在这样公开打击司马懿的人就等同与司破脸 将自己与司马懿的矛盾摆上了台面 司马懿的老部下孙礼比较耿直 希望司马懿能替大家出头对抗曹爽 但司马懿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且止忍不可忍 忍常忍之不能忍 司马懿当初就是用这一策略耗死了强敌诸葛亮 如今曹爽太过强势 司马懿让孙礼忍耐 并非是胆小怕事 而是为了保护他 至于司马懿自己则选择了装病 这是一种政治表态 等于变相对曹爽说 老头子我认怂了 此时的司马懿家族基本上处于停盘状态 曹爽似乎已经获得了全面胜利 不过质得意满的曹爽却没想到 有的顶级对手一天不入土 全力的游戏就不算完 曹爽虽然从小以谨慎著称 但一辈子没受过委屈 没经历过大风浪 他自然不会明白 所有人生的智慧与经验 全都是在无数次被打掉了牙 咽下肚子后 混着泪水刻入基因里的 没有经历过大富大贵之前的雨雪风霜 很难在大富大贵降临后保持住心 因为大富大贵会带来一个如影随形的巨大衍生品诱惑 在朝堂与沙场摸爬滚打数十年 主动示弱是司马懿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孙子兵法有云 时而备之 强而避之 当敌人力量强大时 就要避其锋芒 保存实力 不可应兵 这时候只能等 等待对手自己犯错 露出破绽 司马懿身居简出 曹爽则春风得意 政权军权一把抓 便官曹魏政坛 已无人有实力与曹爽扳手腕 除了司马懿 曹修 陈群 张和等曹魏老人也都早已作骨 政坛后继中间力量尚未成长起来 放眼望去 曹魏政坛已无曹爽议和之敌 曹爽及其党羽变得肆无忌惮 随即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不正之风 曹爽的饮食 车马和服饰都与皇帝的类似 甚至私自带走了曹锐的七八个才人 回家作妾 擅取宫中乐器 调中央禁军 为自己布置华丽的会所 与一众心腹在其中饮酒作乐 极尽奢华 他的心腹们也不甘落后 比如和燕 强行将洛阳 野王用于点农的数百请桑田和汤墓地 作为自己产业 又窃取官物 仗着自己主掌官员选拔 向其他州郡要好助费 一些看不惯曹爽及其党与作风的大臣 跳出来指责曹爽 在曹爽眼里都只是险戒之急 完全无法动摇其统治根基 这些大臣都因小事而被免官或调整报复了 老臣孙礼和曹爽的关系产生裂痕后 被调为并周刺史 少府王官因为秉公执法得罪了奢靡成性的曹爽一派 被调整为太普 此类种种不胜为据 权力的大饼向来是你多吃我就少吃 飞扬拔后的曹爽动了太多曹魏老臣集团的既得利益 引起了老臣们的强烈不满 被几道贤职的太尉讲迹难言愤怒 怒斥曹爽专权 若他不是曹操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臣 素有人望 恐怕也难逃曹爽的攻击 这些司马懿都看在眼里 但他依然不懂声色 曹爽的党羽中也是有明白人的 比如他的二弟担任中领军的曹熙 就曾多次劝谨曹爽收敛作风 甚至还写下嘉训三篇 明面上教育弟弟与子侄 实际上是侧面提醒曹爽 曹爽大为不悦 不但不听还给曹熙甩脸色 白酒红人面黄金黑是心 曹爽从内而外 已经被权力和财富腐蚀 在纸醉金迷中慢慢迷失了自己 而这正是司马懿希望看到的 曹爽虽然做到了在曹魏朝廷一家独大 支手这天 到底还是忌惮司马懿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司马懿一天不死 他心里头的疙瘩就一直消不下去 于是就派了心腹李盛去司马懿家 借探病的名义探查情况 但这样的招数显然不够司马懿看的 当年和诸葛亮的使者会谈 司马懿不仅没有透露一点情报 反而套出了蜀汉军的机密 锐智如诸葛亮尚且着了道 更何况小虾米李盛 因为李盛的来访事出突然 所以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司马懿的即兴表演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司马懿未雨绸缪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他的演技非常精湛 在言行举止中表现出了言语不清 听力障碍 上肢麻痹 不能进食等状态 这都是明显的中风症状 古代没有输液技术 中风患者若难以摄入食物 则必死无疑 李盛回去告诉曹爽 司马懿老先生已经老得没法药了 喝粥撒一身 一句话喘半天 耳朵半聋 眼半瞎 曹爽由此认定 司马懿只剩一口气 不足为虑 他却忘了 司马懿年轻时 为了逃避曹操的征辟 也曾经装病 而且一装就是七年 或许不是曹爽忘了 而是人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经过这件装病事件后 曹爽就再也不把司马懿当作威胁了 司马懿也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 接下来 他只需要静静等待 只要时机到来 他就会发动雷霆一击 然而 京师进军的全部力量 都抓在曹爽手中 司马懿又有什么力量反击呢 有 他的长子 司马师 长期以来 因为父亲司马懿的光芒太过强烈 司马师都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存在 而且 因为早年卷入青龙浮华案的缘故 不受朝廷任用 潜负在家多年 直到32岁才重新入世担任中护军 诗人对他的了解很有限 大多认为司马师 没能继承司马懿的才能 属于虎父犬子的类型 包括曹爽 对这个同龄人也从未放在心上 然而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不太像司马懿的司马师 其实更像他的母亲张春华 虽然司马师此时守孝在家 但是别忘了 他当过三年的中护军 中护军的职位权力 是可以提拔选举下级武官的 这也就意味着 司马师可以利用这个权力 培养自己的铁杆力量 当年蒋记当中护军的时候 贪污腐败的事迹都被人编成歌曲了 到了夏侯玄为中护军的时候 选拔的都是圈里人的子弟 都是世家大族的关系 但是到了司马师在任的时候 套路全变了 司马师罕见地杜绝了金钱开刀和关系开刀 一切拿军众的功劳说话 整顿法令 所有人都不敢再搞歪门邪道了 本来人生永无出头之日的底层军人们 在这个金钱与关系至上的时代 突然发现有人给他们开了一扇窗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忠诚 你就有大富大贵的机会 司马懿反击曹爽的布局 极大概率在司马师成为中护军时就已经开始 因为司马师用在任的这三年时间 已经养了三千死士 司马师的这三千死士 能够对付金师的三大禁军吗 司马懿又如何绝地反击 完成这场权力游戏的 惊天力转 转手为功 以劲制动 经过前两回合的明争暗斗 到了曹魏正史十年 大将军曹爽彻底将曹魏中央兵权与政权收归在手 迈上了权力的巅峰 年迈的司马懿则选择了身躯剪出 似乎已经默认了自己的失败 准备从此退居二线 已养天年了 不但曹爽对此身心不疑 就连与司马懿最亲近的弟弟司马福 次子司马昭也如此认为 然而元旦的喜庆尚未散去 正月初五深夜 司马福与司马昭突然被司马懿叫到了面前 司马懿具体说了什么 司马福与司马昭完全记不清了 因为他们在听到司马懿说的第一句话时 就已经蒙了 明日诸曹爽 我司马家之生死存亡 再此一句 当下 京师洛阳的禁军全受曹爽控制 光感司令司马懿 从哪里来的底气赶向曹爽叫板 底气来自他的长子 司马师 其实 在见司马福与司马昭之前 司马懿已经与司马师密谋了很久 曹爽是曹魏一号全臣 代表着国家最高权力 朱曹爽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与政变没有区别 古来政变之事最是凶险 一旦失败 必然身败名裂 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也是最顶级的机密 为防止泄密 参与者一定要少 因为即使主要参与者自己不泄密 也难保他们身边的人不会翻水 当初 董成凤一代赵密谋除掉曹操 却最终失败 重要原因 就是犯了参与人数过多这一大计 司马懿作为顶级全谋家 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因此 他的计划除了司马师 至少在正月初五之前 再无一人之情 保密工作极其到位 明日正月初六 按照理治 作为辅政大臣的曹爽 将陪伴小皇帝曹芳 去高平陵 拜祭先帝曹瑞 他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控制京师 一举击败曹爽 不过虽然曹爽出城会带上部分进军 但城内还有听他命令的众多进军住房 不会坐以待毙 要达到控制京师的目的 就必须击败他们 如何击败 关键就在司马师暗中续养的那三千死士 那么闲居在家毫无实权的司马师 又是从哪里变出三千死士的呢 司马师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才能最被低估的人之一 身为司马懿的长子 早年的司马师出身高贵 与何彦夏侯玄等权贵子弟交好 经常一起倾谈 但后来因为妄议朝政 遭到魏明帝曹瑞的记恨 被废固丢了官职 仕途也被毒死 这时司马师大约是二十五岁上下 他再一次出世都是三十二岁时的事了 中间的几年 他就成了个加里敦 祸不单行 这期间 他又失去了结发妻子夏侯辉 从人生赢家一夜之间 变成了前途黯淡的官夫 这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 无疑是巨大打击 经历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后 司马师的心性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此史书里再也看不到 从前那个风流贵公子的身影 他变得冷酷残忍甚至是变态 司马师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已是曹芳时代 父亲司马懿当上了辅政大臣 他也被重新启用 担任中央三大进军长官之一的中护军 中护军的职权有两部分 一是掌握部分京师进军 二是负责选拔五官 司马师在任期间法规严格 按照公计任命官员从不寻思 此外 司马师用人也不拘一格 例如渤海军人石包出身贫寒 又贪财好色受人鄙视 司马师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 司马一因此责问司马师 司马师便举管仲和陈平的例子 来证明才能比德行更加重要 石包后来为司马家立下赫赫战功 成为西晋的开国大将 由此可见司马师的识人之名 担任中护军的期间 司马师做了一件极有远见的事 当时曹爽和司马懿的斗争 已经趋近白热化 司马师为了帮助父亲在斗争中取胜 利用自己的植物之便私下里去养死士 数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三千 这些人平时化整为零 伪装成各行各业的人士 被司马师派往各处 替司马师打探各方警报 而到了司马懿准备发动政变时 这些人又从四方兴聚而来 拧成一股绳 所谓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莫过于此 由此可见司马师的组织能力 司马懿在政变前一晚 把安排告诉了司马师与司马钊 当晚入睡后 司马懿派人去查看两个儿子的情况 结果司马师安然入睡 而司马钊则彻夜难眠 这则故事可以证明 司马师的心理素质很强大 不管事先有多少准备 能够在造反前一晚保持镇定的人 也是很恐怖的 对于许多人而言 光是一个考试就能睡不好觉 更何况是决定生死的政变 由此可见司马师的胆勇过人 如果说此前司马懿还在犹豫 是否要孤注一掷 为了至高权力 放弃安稳的晚年 与曹爽拼个尼斯我活 那么现在他再无疑惑 因为他终于知道了 自己接班人的气量 我要用这四十年的功力 和身后之名 去走那条最难的路了 因为这小子接得住 曹爽虽然依靠此前一系列政治斗争的胜利 登上了人生巅峰 却没有完全昏了头 实际上他也在时刻 提防着旁人挑战自己的权威 只是七巡老翁司马懿 对他而言早就成了过去事 他最提防的人 变成了自己的亲兄弟 即使曹熙曹逊等人是他的亲兄弟 但手中的权力越大 就越害怕失去权力 他怕兄弟与自己争权 所以每次出城都要带上兄弟和亲信 美名与何家欢 其实是在变相监视他们 怕他们趁自己离开京师时 搞幺蛾子 这次护送小皇帝 拜祭先帝下葬的高品龄也一样 随从人员规模 甚至比以往更大 他的同乡大司农还饭 曾经劝过他 你们兄弟掌握朝政和禁军 不易一起离开 倘若有人在城内闹政变 你无法掌握城内大局 曹爽全当耳边封 只要把自己的心腹都带在身边 还怕谁先锋作了 你说司马懿 那老头子都半截入土的人了 有什么用处 正月初六清晨 曹爽一党 簇拥着皇帝车架大张旗鼓地出城去了 与此同时 司马师一夜收拢三千死士 镇定自若 集结完毕 寒风啸啸 人人面孔肃穆 似乎都已经做好了 不成功变成人的准备 司马懿看在眼里 对此大加赞赏 也许这时候他会觉得 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功 并不是赢得全力 而是培养出一个好儿子 苦苦等待这么久 郑采终于要上了 曹魏正是十年正月初六清晨 高平陵之变 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政变 对司马家来说 首要重点是郭太后 自古作战都要师出有名 司马懿自己悍然发动政变 一定会被视为乱臣贼子 不得人心 但要是借着郭太后的名义 那性质就变了 毕竟皇帝年纪小 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容易遭人摆布 司马懿大可以说 自己奉了太后之命 替国家清理奸命 如此可得大义无分 万事开头难 但司马下的第一步相对容易 郭太后因为曹爽从中作梗 不得不与小皇帝分离 独自住进永宁宫 所以对司马懿的政变是举双手赞成 司马懿得到了郭太后的支持 获取了清军策的交召 随即带领三千死士 马不停蹄直扑武库 为什么是武库 武库是国家储存兵器的重敌 武库的得失 对政变的成败 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 司马师虽然为了政变 已经准备了三千死士 但手无寸铁 因为私藏兵器甲咒 历来被认为是试图谋逆的大罪 处分极严 哪怕司马师也不可能冒着 牵连九族的风险 长期顶峰作案 所以只有在占据武库之后 参与政变的人马 才能获得大量的武备 另一方面 战据武库也切断了 忠于曹爽的军队的武备来源 因为除了担负巡逻 素卫任务的兵士之外 其他进军部队的武器 一般集中保管于武库之中 平时身边并无兵器 战留武库 曹爽的大部分兵力 都将成为以炊就散的纸片人 但是司马懿带兵前往武库之路 走得并没有那么顺利 京师洛阳的武库 位于城市的东北角 而曹爽的府邸 恰好位于武库南面 曹爽选择此地为府邸 当有就近便于控制武库的意思 换言之 司马懿要去武库 必然得经过被曹爽 打造成堡垒的大将军府 从这里可以看出 曹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没少费心思 司马懿带兵走到中途 曹爽府上已经游警觉了 高耸的门楼上 弓箭手们早已严阵一带 其中的神剑手 在司马懿带队靠近时 已经瞄准了他的头颅 就在此时 曹爽府中一个叫孙谦的将领 连续三次按下了神射手 并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 天下事未可知也 别把路走绝了 有可能是司马懿 用他大位战神的名头 惊险唬住了曹爽府的足迹军 不过更有可能的是 这个孙谦正是司马懿 安插在曹爽府的卧底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枪梯 司马懿为了这一日 此前所做的种种枕迷安排 终于一一派上了用场 司马懿利用大将军府将士 犹豫不决的机会 没有过多纠缠 迅速通过了大将军府 打了这么多年仗 司马懿分得清 主次轻重 即便自己的生命一度受到威胁 意志坚定的他 也不会动摇半分 直接抵达了武库 可是打开武库需要皇帝诏命 大臣不得擅自入内 司马懿自然没有皇帝的旨意 但别忘了他有郭太后的交召 加成自己又是曹魏 无人不知的栋梁重臣 一番口舌后 不费一兵一卒 有惊无险拿下了武库 占领武库后 司马懿的三千死士装备升级 同时断绝了曹爽军队 获取装备的希望 京师进军的总数不过六千人 这六千进军 一部分跟着曹爽去了高平陵 留守城中的 也不是每天都全副武装上岗的 所以此时城中 司马懿的三千武装 已可谓最强战力 齐开得胜 司马懿丝毫没有松懈 迅速展开兵力 做了以下部署 一 长子司马师弟弟司马福 带部分兵力攻打司马门 二 次子司马昭 带部分兵力 后续监视京师的南宫与北宫 三 政治盟友蒋纪高柔等人 分头去进军军营收拾人心 司马懿征战沙场多年 战略眼光卓著 早就看清了政变几处 关键地带的价值 从人事安排的轻重中 即可窥其虚实 即武裤 大于司马门 大于二宫 大于进军军营 司马门位于皇宫的南门 位置宽阔 可以屯兵 是进军设防的核心 只要司马门被拿下 司马门关闭 外面的部队束手无策 夺下司马门 这场政变 司马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摆在司马懿面前的 还有一个难题 司马门因为位置干系重大 日常有相当数量的进军助手 他们都披肩直坠 极难对付 数十年了 司马懿见过的鲜血还少吗 纵然前方是刀山火海 这次也定要闯上一闯 可是 司马懿毕竟已是古兮老翁 无法再身先士卒 冲在第一线 所以 他将这次强攻司马门的任务 交给了自己的长子司马师 与弟弟司马福 这是司马懿家族最惊险的一次战斗 具体过程 史上无载 结果 司马师拿下了司马门 而且拿下的干净利落 因为司马懿看到司马师 镇静内外 治镇甚整的表现后 说了一句 这小子到底没让我看错 整场高平临之变 司马师全程顶级输出 交出了政变的满分答卷 司马昭随后立刻进攻 叮嘱郭太后 维持局势稳定 与此同时 老一辈集团 在司马懿的突然发难 并取得优势后 纷纷站了出来 主持公道 蒋济 高柔等 对曹爽专权不满的老臣 乘车前往进军军营 替司马懿周旋 他们都是曹魏元老 威望甚高 比如蒋济 还曾先后担任过 护军将军与领军将军 在进军中影响力很大 他们的表态 既能帮助司马懿 稳住进军 也能收拾人心 证明司马懿 此次政变的合法性 在他们眼中 此时此刻 他们正在干一件 名流轻史的伟大事件 政变之此 司马懿虽说 已经基本掌握了 京师上下的局面 但还差一锤定音的 最后一步 诛杀尚在城外的曹爽 曹爽手下可还是有着不少进军兵马 司马懿与蒋济带领兵马出城 迅速占据落水浮桥 阻止曹爽回军 为什么这么做呢 原来司马懿的计划中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司马懿得到的诏书 是太后下的 而曹爽则掌握着皇帝曹芳 二者孰轻孰众 是不言而喻的 倘若不在洛水浮桥提前设防 等曹爽挟持皇帝来到洛阳城下 洛阳守军见到皇帝 说不定会倒戈投降 将曹爽阻挡在洛水对岸 则可以完美地解决这一问题 因为司马懿可以将守卫浮桥的士兵 全部安排成自己的亲信 而洛阳城太大 仅让自己的亲信守城是不现实的 到此为止 司马懿基本已经成功了90% 他拿出了早就写好的弹劾奏书 送往了高平陵 对曹爽下达了最后通牒 只等曹爽的反应 悠哉悠哉的曹爽接到司马懿的通牒 才知道后院起火了 他如遭雷击 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印象中已然命不久矣的司马老儿 竟然又活蹦乱跳起来 还把京师给占了 这都什么事 曹爽震惊万分 却还没有丧失理智 他在一众谋士的建议下 将皇帝车架留在伊水之南 砍伐树木建成鹿角 又蒸发城外屯兵数千护卫 实际上 即便到了这部田地 他仍然没崩盘 还知道用鹿角布防 调数千屯田兵自卫 既然如此 司马懿并不担心 他对曹爽及其党羽的弱点 动若观火 他们不擅长军事 也不敢打硬仗 曹爽及其党羽中 虽然也不乏有些才干之人 但他们终归是温是花朵 经不起大风大浪 司马懿这一生 看人就没看错过 狡诈如梦达 智慧如诸葛亮 狂妄如公孙渊 司马懿都准确抓住了 他们的弱点 最终获胜 这一次 他也将曹爽看了个通透 似乎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 但司马懿千算万算 还是算漏了一个人 这也是这场政变 最后的变数 一个叫桓范的男人 从戒严的京师溜了出去 见到了曹爽 桓范现任大四农 以智谋著称 曾多次给曹爽出谋话词 号称智囊 但他长久以来 都没有真正站到曹爽一边 司马懿本想拉拢桓范 作为一个聪明人 桓范自然知道 至少在这件事上 真正的叛逆是司马懿 他内心中也犹豫过 出于理智 他并不看好曹爽 毕竟全族的身家性命 都取决于他的选择 他一度想要接受 司马懿伸出的橄榄枝 但后来 儿子的劝阻 还是令他回心转意 因为他的儿子 也看到了司马懿 没有掌控皇帝这一弱点 最终 桓范决定一搏 桓范逃跑的时候 司马懿就表示过担忧 但蒋记跟他说 完全不用慌 因为曹爽是一匹猎马 贪恋马就里的饲料 肯定不会听桓范的 而会选择投降 事实如何呢 曹爽惶惶不可终日 在伊水之南 安宁扎寨 毫无作为 他的人生太顺利了 没受过什么挫折 如今遭遇这么大的变故 他除了自保 并不知该如何是好 无所作为是下下策 因为司马懿已经拿出 郭太后的诏书 并宣誓天下 有意反过来 将曹爽置为叛逆 作为反击 曹爽应该马上搬出皇帝 以皇帝名义发出诏书 宣布司马懿谋反 这样才能让自己 拥有大义名分 但他是怎么做的呢 除了当缩头乌龟 曹爽竟然连皇帝曹芳都没通知 这时候救命稻草来了 桓范冒死前来 要点醒他 让他不要绝望 因为事情大有可为 桓范指出 你身处这个位置 一旦失败 就绝不可能善终 不该抱有幻想 桓范不愧是智囊 他的价值胜过千军万马 他把情况剖析得很明白 目前的出路就在许昌 而事情的关键在于皇帝 你带着皇帝去许昌 控制那里 惊而易举 许昌是故都 武器兵马充足 到了那里 你再以皇帝名义 下召各地秦王 讨伐司马懿 必然响应者众多 此去许昌 一路畅通无阻 而且 我还带着大四农的官印 咱粮食也不缺 你还犹豫什么呢 还饭给出的方案 确实是当下的最优结 因为当时 许昌驻军掌握在都督 豫州军事贯秋简手中 贯秋简是坚决支持曹芳的地挡 控制了曹芳的曹爽 很容易争取到他的支持 曹爽并不是个蠢货 还饭说到这份上 曹爽一定是动心了的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 司马懿要想赢得最终的胜利 将困难得多 不过 我本将心赵明月 奈何明月赵沟渠 还饭以全家姓名做赌注 却换来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司马懿与曹爽的交锋 实际上就是心理层面的博弈 作为一名心理战高手 他很清楚曹爽这类人的心理诉求 曹爽最想要的是权势 其次是富贵 最底线是性命 清楚了这一点 为了赢得胜利 司马懿打出了最后一招 他让徐允 陈泰和尹大木去告诉曹爽 对他的处理仅仅是免官 不要你的命 只是看不惯你的奢靡之风 只要你的权力 让你退二届养老 徐允和曹爽的表弟下候选交好 陈泰是曹魏元老陈群的儿子 尹大木又是曹爽的亲信 这三个人去劝曹爽 在私交和身份方面都具备说服力 司马懿本人更是演技大爆发 指着落水诚恳发誓 曹爽最终还是动摇了 毕竟在那个时代 一诺千金绝对是普世价值观 有这么多人替司马懿担保 不由得曹爽不信 现在来总结一下曹爽心理变化的全过程 曹爽的三个期望中 保住权势十一 保住富贵十二 保住性命十三 第一阶段 他心中恐惧 不敢与司马懿交战 并认为投降最多输一半 毕竟自己基本打不过司马懿 这时候投降在他心里是首选 因为能保三挣二 第二阶段 由于环泛的到来 曹爽脑子逐渐转过弯 他明白了一个事实 也就是投降必死 交战不一定输 甚至自己还有优势 所以这时候 他心中应该是更倾向交战 因为开打 虽然可能兵败身辞 但能去争取那个一 在期望值上远高于投降 因为投降 连三都得不到 第三阶段 随着司马懿的落水之势 曹爽的心理又起了变化 此时 虽然交战可能争一 但也可能三都不保 而投降 大概率能保住二 这时候 他会怎么选 不必多说 曹爽的选择都是正常的 无可指摘 在这世上 除了少数极富冒险精神的亡命图外 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和曹爽一样的选择 虽然他没想到以司马懿的身份居然能食言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当他选择投降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告别历史舞台了 倘若曹爽听从环范的意见 去许昌下诏秦王 最后露死谁手 很大可能最终胜利者仍然是司马懿 主要原因就是曹爽手下没有擅长军事的人才 这时候曹魏比较能打的郭怀邓爱等 都是司马懿的老部下 而曹爽这几年倒行逆施 即使他控制着皇帝 也会有一些人反对他 或者干脆作弊上官 而司马懿的风评一直都是很好的 后来冠秋剑发动叛乱的时候 也是只骂司马师 反而捧司马懿 司马懿在天下人眼中 就是匡扶设计的周伯 而曹爽则是人心尽失的屡路 环范为了挽回曹爽 把从古至今的权力斗争 全都给曹爽讲了一遍 苦苦劝说曹爽不要轻信司马懿 但曹爽这时候 心智倒是异常坚定 统统不听 环范大哭道 曹子丹如此英雄 生了这么堆瘪子 我们都要因为你被灭族了 司马懿利用杰出的兵法思想 以及心理战手段 取得了这场持续十年的 艰苦斗争的最终胜利 他巧于观察 找到了曹爽集团的致命弱点 从而转被动为主动 他妙于伪装 以出神入化的演技骗过对手 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他常于谋划 制定了万无一失的行动方略 不留破绽 一击致命 他敬于人心 准确拿捏住曹爽的心理变化 细致如同小儿 曹爽在各个方面都差得太多 或许他不能算庸才 但心理素质却太差 他输得一点都不冤 曹爽回到洛阳家中后 司马懿在曹爽府四角 住起高楼 命人日夜监视 曹爽开始害怕 向司马懿借粮试探 司马懿借了 他以为司马懿不会赶尽杀绝 实际上 人家司马懿是在紧锣密鼓的 编造杀人证据 不久 曹爽的心腹供出曹爽一党密谋造反 因为这个无中生有的罪名 正月初时 曹爽投降仅仅几天后 他的家族及心腹手下 被屠灭三族 牵连被杀者 高达五千余人 司马懿为什么如此不择手段 因为他知道 曹爽只要留着 后面的过招就仍然没结束 他击败了曹爽 却不想成为下一个曹爽 至此 曹魏的权力被司马懿完全掌控 司马懿魔谷的第一步走完了 这仅仅是第一步 自秦并天下一来 所有权力的改换 除了王莽那次以外 全都是靠金戈铁马打下来的江山 司马家作为第一个成功算权 并巩固住的家族 后面实际上还有很多不要走 他的家族最终经历了 他们爷孙整整四世的权力交割 才真正取代了魏国的政权 司马家族至此蒙上 中国史上几乎最可怕的家族诅咒 祖孙三代 谋国成功后不久 就迅速在不孝子孙的互相残杀下 将华夏民族 带入到了中国历史上 最可怕的三百年 华夏的国运 在司马懿身后 开始流星坠地般陨落 随后三百年大乱的齿轮 在此刻正式启动了 最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 杨冰千日 用在一时